廣告 水已經一直滴進軌道 地台不平的情況也挺嚴重 我們用瓶水設計算一下位置 看到整個粒跑到一旁 中小型單位近月樓價回落 回顧對上一次樓市調整在三年前 當時亦是小型單位跌幅比較深 供應上車盤的鑽領當年開售定價保守 售批尺價大約15000元 吸引投資者入市 驗收單位業主是其中之一 客飯廳連開放式廚房佔大約80呎 交樓時搏有洗衣機、雪櫃及微波爐 露台、浴室及房間分別在客廳前方及左右兩邊 變相室內完整,一大幅實場不多 Vison 看到這幅牆有電視插頭及電製位 是否放電視在這個位置最合適 這樣看似乎是很正常的 因為放在電視插頭及插數位 放在櫃裡放電視是最好的 但當我們看真點整個廳 其實未必這麼想 為甚麼呢 因為當我們放了電視在這裡 其實我們剩下這邊 這邊只有一個多尺、兩尺不夠 放單人椅子也放不到 這邊有三尺 不過你貼著那個廚櫃面 沒有理由坐在那邊看電視 旁邊又在那邊人煮飯 所以其實這根本充滿矛盾的設計 用來分隔路台的拖門 整幅輕斜 導致門鎖未能夠鎖貼 這個位置還算平一點 一路看上去 門就跑了出來 跟這邊一樣 這邊套了下去 不平的框 來到這裡又是平一點的 整個門是這樣捏歪了 所以當你鎖門的時候 這邊的鎖 就只是輕輕 鎖到少許 應該要安裝正一點的門 它平平 這個鎖自然會入一點 當地的房間接近50呎 售工問題不少 包括地台不平 我們看到一群水車 整顆豬走馬一邊 斜也很厲害 這邊也可說地板要遷就地台 就是追上去 我們量度另一邊 又是雷面高出面低 即是說房間本來不是大 小小的房間都是這樣一個鎖 兩邊高下去 因為這麼小的房間 你斜得這麼厲害 你在哪個位置擺東西 它都擺不起來 工作平台的上方 正正是單位的冷氣機平台 平台只是以鋁架搭建 看起來不是那麼穩固 實際上也不方便維修檢查 雖然這個我們近在紫尺 但事實上好像軟在天邊 這組的嵐山就一定要先拆下來 否則我們沒有辦法爬上去 因為這裡的工作平台有8呎高 但這個圍欄只有1米多 即是3呎多 如果我們想爬高 其實相當危險 我們拆下嵐山有沒有用 因為前面這個空間其實不夠1呎 冷氣機背部空間還不夠10吋 其實根本沒有辦法人可以身上擦面板來維修 項目只夠1座 地盤所限以弧形排列 直至室內部分的間隔被迫3,800角 驗收丹麥的室內佈局已經算是比較工整 只是浴室有角位 檢查洗手盤的水龍頭似乎未裝好 一試水就出現這個情況 它下面的膠圈可能裝得不正 又或者是膠圈比較型 導致放著水 可以裝得比較實 也有一個快捷的辦法 就是在這裡 扔扔扔 捷脫鋪膠蓋 遮住它 也可以解決問題 流雪原本標示 轉令今年7月底入火 實際堅持了大約3個月 最近才陸續收樓 不過驗樓當日 單位外的電梯大堂 地磚仍然未鋪好 業主透露發展商限制 必須在收樓後7天內 提交執收報告 否則不會更進